好帅啊 哎呀 他把游猪兽炸死了 你 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罗尉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植物大弹僵尸和我的世界 强强联合的这么一款 同仁游戏的最后一期 为什么说是最后一期啊 因为这次我们终于打到了 作者最后更新的这一个部分 就是地狱的 直接打到boss关 这一段的流程视频 算是这个系列的暂时完结篇吧 希望大家喜欢哦 看看作者又给我们准备了哪些的惊喜 能遇到什么样的新植物 还有新怪物 好不好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三连出新视频 那我们赶紧看一看啊 作者做了哪些东西哦 哎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 TNT TNT是一种威力巨大的炸药 这不就是樱桃炸弹的吗 TNT爆炸后可以引来它旁边的TNT 哦这个就有点意思 制作你的连环炸弹吧 看起来这是一个 小游戏的关卡 僵尸的话是株林是吧 怎么植物只有小喷菇 我应该在这边放个 怎么放 这边放一个 点燃点燃点燃 哎 点燃哎呀 它怎么把我挠掉了 点了吧 点了 哎呀 这TNT还会炸我 这TNT还带物理效果的 我们的TNT就是多 用掉落物 用掉落物直接干 我们还拿到了金头盔 不错不错 最后 最后 最关是熊孩子管 是吧 过瓜 扩的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有点掉散啊 这个豌豆 灵魂杀热手 向前方射出速度缓慢的灵魂杀子弹 速度下降 可以种在灵魂杀上 这不就是寒冰豌豆吗 有意思 出入堡垒 我们真的要进堡垒了耶 耶 我们到达目的地了 这就是下界堡垒 是吧 这里的砖块好像并不能让植物生长 我们的区域更加有限了 我们是不是 我们是少了这个 种植物的去 有猪树 还有恶魂 哇 这东西变多了呀 我们这个灵魂杀 在这边也里摆着 肯定到时候是要去种那个什么 灵魂杀射手 猪猪树来了 能能 它是干什么的 它这个进场速度非常的快 开始拱我的 小植物 让我想到了 橄榄球僵尸 不知道它是不是就是改的这个 它非常的快 非常的猛 有的时候死掉了 掉了 这个什么 熟猪牌 可食用 恢复最大生命值 现在我血身满了 怪不得 哇 这僵尸可真多 我感觉我们 还是先乖乖的 买点武器好了 我们还有灵魂杀射手 没有用的 快175阳光了 怪不得 这么贵 我们种在 这个是第二行 是吧 灵魂杀射手 它射出了非常缓慢的 灵魂杀子弹 让这边的僵尸减速 是吧 然后现在赶紧展一下阳光 恶魂来了 恶魂在第四行 射箭射箭 最底下一行 这个金铠甲 好射死 成功过关 获得了 这什么东西 黑钥匙是吗 阻止监果墙 黑钥匙墙 抵御前来的怪物 免疫几乎所有负面 免疫暴打伤害 堡垒 深入一击 困难 又是苦力怕 没活了可以咬大火星 这离谱 这个地形是怎么个回事法 它都凸出来了 植物射手 无法用在这个地方 刷怪龙 好家伙 你东西挺杂 那你这个样子的话 我的阻力输出 岂不就是 这个头手吗 那我们带个黑钥匙墙好了 我是高贵的 方块人 我们可以跨过一格高 这一关没有那个 凡人的灵魂杀 我走路速度可以变得 非常的正常 小喷嚕加油 小喷嚕能打到他的头的吧 可以 很好很好 抗性药水 免疫火焰面 一凋零 东西真的是越来越骚了呀 哎 你射箭打我大喷 完了完了完了 我来挡一下伤害 这样行不行 哦可以 这样子可以保护到我的大喷 那大喷能种在这儿吗 好像也可以也可以 哇 油猪树又来了 我们种一个小喷嚕在这儿 他是不是能顶掉啊 果然是一个怎么样的啊 全明星般的新僵尸 咋回事 这个火是苦力怕炸的 苦力怕是辣椒僵尸啊 我这个黑钥匙进过墙 哎呦 但是没关系 他也好像也没有烧 烧掉我多少植物 差不多了 那斧子来砍一下最后的你 哎 撕掉了 哇 微笑瓜 哇 这个游戏里面都有微笑瓜 真离谱 这微笑瓜出名了呀 哇 这模型 我太秀了 下一关 2-8 凋零骷髅 凭什么你会横批 这关 哇 这地形 还有凋零骷髅 刷怪龙 凋零骷髅来了 有两个的话 来 微笑瓜 微笑 面对困难 哇塞 太帅了 微笑瓜 打凋零 哎呀 我又中凋零了 我不会凋零死掉吧 别别别别 我买一个这个抗性药水 能不能先喝一下 喝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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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会让我中凋零效果 然后吃块肉吃块肉 哇 没血了 我们这边植物发展的真的特别的好啊 可以 这就是阳光 中两列 我们就可以非常轻松的过关 哇塞 哇 你这过关获得了个什么 豌豆炮吗 这是 向前方三行范围内的敌人发射一颗豌豆子弹 可攻击到任意高度的敌人 牛的 二缸九 复杂的地形 看来是需要排击泡豌豆了 通过这里我们就可以打到药塞的最根部 那里有我们期待的宝藏吧 我很想知道有什么收获 猎眼人都来了 哎呦 没想到还有更骚的敌人 猎眼人 哇这个猎眼人 打的可真够猛的啊 所以说这一关还是这个样子 目前他的这个游戏 你这个阳光多就好 就好办事 最后一波确实挺猛的 我要跟这个猪人硬刚一下 天呐好猛 你看我的大部分的 阳光故事不都没了 但是我库存有400多阳光 哟 只剩下这上面的游柱塑 这游柱塑被地形卡着 你看这就过了 阳光一定要多 我都感觉不能中一列 两列中规中矩 最好中三列 中三列的话 阳光是特别的充裕啊 呦死掉了 过关 获得一张便条 我们要打boss了 来看看啊 最后一关 二杠十恶魔的开端 来了 我们在宝箱里找到了一张纸条 无尽的虚空啊 请不要撕碎我的身体 那是我唯一的容器 而下一个载体将诞生于烈火淬炼之中 接受地狱的拥抱吧 这就是纸条上的内容是吧 这纸条写的都是啥 哎呦 我靠 那玩意肯定是HeroBrain 这Hem 你好帅啊 传送带关卡 哎呦 穿魔 哎我 让我变成凋零吧 哎呀呀 你爆炸伤害 我以为你会把我炸死 来 微小瓜 你做他吗 他好像是无敌的 我浪费了一个微小瓜 好帅啊 哎呀 他把油猪树炸死了 你 这是故意的 还是不小心的 哇 他这个也太猛了吧 老哥 现在打不动你 植物都被他炸烂了 剪一下掉了 那我人 我人在这 是不是就好了呢 不行 这边会出小怪 我哪个剑 我到你脚底下 疯狂砍你 我买把金剑 我来砍你 有伤害 还真有伤害 真有伤害 哎呦 怎么二阶段了吧 你 好家伙 又炸死 哇 哇 哇 这么帅的吗 真二阶段 我的天 召唤凋零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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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 稍等 哎呀 我看不到他的技能了 我刚想买东西 他好像射了很多激光出来 离谱啊 我啥都没看到 我要凋零死掉了 我红 我死掉了 我凋零死掉了 这太离谱了吧 这个 他的这个是哪一行受伤 这一行受伤 速托 不知道行不行 我的天 好像不打地 他换位置了 打了他一半血现在 打了他一半血 我们吃点肉 血是满的吗 血是满的啊 买个剑 买一堆的 买一堆的这个弓弩 射他 能不能射得到啊 能射得到 能射得到 就是我得保证我自己先别死 天哪 我的天 哇 植物没了 你看到没有 就是怕他这一招 没对的剑 哇塞这 这怎么打 这也太离谱了 只能推车啊 就差一点点了 用我的弓箭去干他 再来点再来再来 他死了 他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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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我还有点剑 在右边在右边 剪一下剪一下 死了吧 嘿我 还有阶段啊 能射他吗 射不到他了 现在是什么什么情况 他把我拉走了 他把我拉到 啊 这是 过的这意思吗 没了 发生什么事了 这算是最后结局的动画了吗 所以说最后的结局动画就是 Hero Brian 把我 很生气 就把我给拽走了 我们我们通关了 扭不扭 厉不厉害你伟哥 厉不厉害 哇 这无意小果 那么好的 看时长也差不多了 而且这次的boss也被我们成功干掉了 而且是困难模式哦 我的整个流程 每一关都是用困难模式过关的 哇塞 你看这个芦苇太牛了 我都想给我自己点个赞 投个硬币是吧 太感动了 而且整个玩下来 这个作者非常的用心啊 他把MC的很多怪物的特性 都非常巧妙的融合在了植物大眼镜师的这个玩法里 甚至还超越了植物大眼镜师 玩到现在我们也感觉这个作者做这个游戏做的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 细节方面都挺好的 也没有什么bug 作者如果方便的话 也可以继续往后面更新一些内容嘛 这个MC的东西更新可是很多的 这个地狱打完了 我们还有墨定的是吧 而且之前的关卡也加入了模组当中的生物 以后搞点模组的东西 那岂不是这游戏可以拓展的方向巨多 什么目测森林是吧 什么天堂以太维度对吧 哎呀能更新的太多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也可以跟作者多思聊思聊说 作者你快点更新哦 是吧 如果我这期视频播放量多的话 点赞多的话 作者说不定也会注意的哦 在评论区 大家也可以多多分享自己的创意 说不定作者看到之后 哎就可以把它当作创意 加入后续的关卡当中了 太牛了 那么好的 咱们今天这期视频 算是完结篇了 完结了我们的这个同仁游戏 看到这里了 大家不妨多多点赞三连支持一下陆威 之后陆威也会给大家更新 更多信息有意思的小游戏的 那我们之后的游戏视频再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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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